赵瑞斯新剧《流云我云》呢? 嗯,原来在彭光阴漫游着吗? 你听说了吗? 赵瑞斯这个名字在娱乐圈中如今可谓声名显赫 自从他参演《珠帘玉幕》和《徐我要》以后 他似乎拥有了聚光灯灯的光环 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有评论称,赵瑞斯现在简直是一个行走的IP 他所塑造的每个角色都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经典 这一切背后,不仅是运气 更源于他对每个角色深刻理解和全身心的投入 试想一下,在片场,赵瑞斯站在镜子前反复用习台词 力求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达到完美 这种职业精神怎么能不让人敬佩呢 许多网友也纷纷便身为段子手 调侃道,赵瑞斯现在出门必须戴上墨镜 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粉丝那闪亮的星星影给晃到 还有人评论,赵瑞斯的演技简直像是开了挂的游戏角色 一路升级,无所谓剧,根本停不下来 这些看似玩笑的话,其实是在高度认可赵瑞斯的实力 彭光英是一个低调实力派,他既有高颜值又有出色的演技 再谈谈彭光英,这位男演员在娱乐圈中显得尤为独特 他虽然不常登上热搜,但每次亮相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彭光英的魅力是那种立久迷心的,越看越觉得有吸引力 而他的演技更是让观众赞不绝口 不论是充满深情的主角,还是复杂多变的反派 他都能完美驾驭,让人越爱越恨 网友们普遍对彭光英的表演给予很高评价 认为他的眼神中透露着无限魅力 每次出演都能吸引观众深深沉迷其中 还有人开玩笑说,彭光英的演技就像成年老九一样 越品味越越人心甜,令人回味无情 这些赞美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在观众心目中独特的地位 流传开来的刘鱼传言,CP粉丝们庆祝还是空欢喜 最近,网络上传出赵卫斯和彭光英将携手合作新剧《刘鱼》的消息 这消息让两人的粉丝兴奋不已 在社交媒体上纷纷刷屏庆祝 仿佛看到了两人在剧中甜蜜互动的画面 但也有一些明智的粉丝提醒到 吃瓜要谨慎,非官方确认前物忙碌期待 毕竟,在娱乐圈中,未经证实的传言层出不强 确认最终成真又有几个呢? 网友们都在看热闹,纷纷留言调侃 要是赵卫斯和彭光英真的合作了刘鱼 那我岂不是要被好纸巾,边追剧边擦眼泪了? 还有人开玩笑说,这消息一出来 CP抄话里的活跃度怕是要报表了 管理员们可得提前做好准备啊 赵卫斯的代言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他的商业领域发展 除了新剧的消息,赵卫斯还将正式宣布 代言卓雅的新项目 据透露,这次代言的预热活动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 而且参与的品牌名单也相当庞大 可见,赵卫斯的商业价值不断提升 越来越受到品牌方的欢迎 网友们对此热议不断 赵卫斯真是全面开花 不仅演技出色,商业价值也相当高 还有人戏谑道,看来我的多去逛商场 说不定能碰上赵卫斯的代言海报 你更看好赵卫斯的未来哪一面 说了这么多,最让人好奇的是赵卫斯的未来 作为一位年轻有名的演员 他不仅具备令人羡慕的演技和热度 还在商业版图上不断扩张 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你更期待看到他在影视作品中继续大放异彩 塑造更多精彩角色呢? 又或者希望看到他在商业领域展现实力 并成为时尚界新一代偶像呢? 恐怕赵卫斯自己也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 未来充满了未知和可能性 他选择哪条路都会有许多忠实的粉丝支持他 在娱乐圈这个变幻莫测的行业里 那些守住初心,不断努力前行的演员 才是我们最值得尊重和期待的人 希望赵卫斯一直保持着这样坚定前行的态度 那么,亲爱的读者们 你们如何看待赵卫斯的未来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想法 也许你的见解会引发下一个热议话题了 02.赵卫斯许我耀眼婚纱未透曝光 吻素颜美丽动人 赵如恒的新造型许我璀璨 确实很有魅力 这一次,她穿着一身纯白色的婚纱 一头飘逸的长发 成为了无数网友的梦想 徐云的妆容也很好辨认 是个长相清晰的小姑娘 目前来看,最适合赵卫斯的就是她了 身上的婚纱更是将她交好的 身材衬托的淋漓尽致 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明星的气质 所有人都对这场婚礼充满了期待 如愿迅舞李赵卫斯的妆容 不管是素颜的清纯美少女 还是精致高贵的贵妇气质 都是那么的引人注目 而印一套则完全是旗袍的质地 配上中式的发型 更偏高级感 早已成为影迷心目中温柔的美女 赵卫斯扮演的雪燕 虽然在某些方面是属于娱乐圈的 比如她的腮红 比如她的侧脸 她的头上有一层天花板 但这一切的一切 都很符合她的身份女主播 这些被圈内人诟病的缺点 在这个角色身上 却成了加分项 这何尝不是一种对角色的重视 在赵卫斯工作期间的巡回展览中 她完全就是一位戴着牙套 身穿西闲服的通勤族少女 不会化精致的妆 也不会用口红来搭配服装的颜色 这简直就是林家大姐姐啊 谁不说赵卫斯一直都在努力超越自己的尾素颜 事实上赵卫斯在拍完心想事成后 还达到了自我定位与审美观的新境界 一同海藻般的长发 极具变十度的妆容 即便是面对镜头 也丝毫不落下风 她穿着粉色的衬衫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玫瑰 就拿赵如恒来说 她并不像许淫那样 被人射所束缚 而是变得更加有魅力了 不再是那个娇滴滴的小女孩 据说赵如恒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体型和脸型 但明星都是靠脸吃饭的 想要上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观众们想要看到的 就是演员能够将自己最好的状态 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其他的都无所谓 在《助我讯》中 陈伟婷饰演的男一号沈浩宁也表现得很好 目前各种表演形式都有 让人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 陈伟婷的旅游婚纱秀 只能算得上市平庸 但是她那身苦行僧式的旅行服装秀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管是回头意味深长的一瞥 还是不经意的抬起头来 苏友鹏都觉得是糟粕 这双眼睛 这张脸 去眼精英男主角 才会更有说服力 这一次说好的迅舞淡化了原著的悬疑情节 将重点放在了爱情信的描绘上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当红女主郭徐妍和沈浩宁会不会成为一对B人 毕竟这两个人的颜值都很高 赵路斯约定训我婚纱巡展 吻素妍很可爱 男主变成了厨师 你有没有被赵路斯这套婚纱经验到 你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 感谢观看